花莲有许多樱花步道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凤林的水源地、树湖村的樱花步道、玉山神学院三大赏音景点 每次盛开都吸引了很多游客观赏 由于景点地理位置特殊 已经是春节期间游客必到的赏音景点 冬天最吸引人的樱花绽放 经常是许多游客安排行程之一 而花莲县就有三处赏音景点最为民众所知 凤林水源地、寿峰树湖村樱花步道、玉山神学院这三处 常常吸引外地游客到访 同时也带动了当地观光产业的商机 我就是特别来这边看樱花 我记得这边有 知道这边有樱花 又近又漂亮 也有民众是来了三四回 看着满山的山樱花、八重樱及野樱 上万棵的樱花开满山头 每天来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特地过来看樱花吗 对啊 怎么会知道这边有樱花 本来就都有 每年都会来啊 每年都会来看 之前那个时候没有丢去很大株 山樱花的魅力吸引着大批民众走村 茂盛的樱花树在冬天更显地吸引人 而山村的位置都是民众容易到达的景点 上万棵的樱花绽放 持续到三月初 是民众踏青最好的时节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